大家好,这里是湾区华人电视台 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这是在墨西哥 今天Jack就跟大家分享堪困旅游的第四篇攻略 齐禽衣茶精致它的鸟迷回声之谜 到堪困旅游,这个齐禽衣茶一日游是逼不可少的 齐禽衣茶,这个拼法中文翻译成齐禽衣茶 导游介绍说英文的可以叫做chicken pizza,鸡肉pizza 而玛雅语的意思则是在衣茶的水井口 有水的地方才适合人类生存,这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齐禽衣茶的历史,大家可以自行到网络上去搜索 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分享的是 齐禽衣茶精致塔的一个奇特的现象 就是在精致塔的前面鼓掌,精致塔会发出回声 是南美日的一种鸟的叫声 像一个拉努,是然吗? 似乎不同? 是的 似乎是跟死亡 什么死亡? 哈吗? 上 一个 ira 什么 什么 removes 可以我们可以说? 可以 可以 是 现在 在中心里面目塑制,他叫做妓声 叫做妓声 是同样的 这种鸟叫克沙尔鸟 采于中美洲 尾巴特别长 女毛特别美 是维地马拉的国鸟 有一点像鹦鹉 据说在玛雅文化中 这种鸟是它们的圣鸟 这个鸟鸟鸣回声现象 1998年被加州的升学工程师 David首次认可 2002年 比利时庚特大学的 Niko 在堪坤的一次升学会议上 听到了这个回声 会后还和其他与会者 一起去参观了齐勤一场 在金字塔得到了第一手资料 后来他和他的同事们对此进行了研究 他们发现玛雅人建造的这个金字塔 充当了共振器的作用 阶级上的声音跳动 模仿了鸟的叫声 那么当初金字塔的建筑师们 确切知道他们是在做这件事情吗 也就是说 他们是不是故意这样设计的 还是纯属巧合呢 虽然加州的升学工程师 相信金字塔的建造者 是有意制造这种了明效果 但比利时科学家们 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的计算结果表明 尽管有证据表明当初的建筑师 设计这座金字塔 有令其产生令人惊讶的声音的目的 但他们可能无法准确预测 这个产生出来的声音究竟是什么 他们对金字塔的声学分析还表明 由回声引起的精确声音 取决于激励他们的声音 比如鼓掌造成鸟鸣声 那么敲鼓呢 研究人员希望其他人 能够对此进行更多的现场测量 以了解其他声音员会产生什么影响 而且这位比利时大学的学者 2002年在参观金字塔时 在台阶上 他注意到了游客们踩塌台阶时 金字塔发出一连串的脉冲回声 听起来像是雨滴落入水桶的声音 他认为这可能不是巧合 而是当初设计者的目的 因为雨神在玛雅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 这些解释听起来都是虚构的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比利时大学团队的研究已经表明 金字塔台阶的高度和台阶之间的借据 产生了像声学滤波器的效果 该滤波器可以让某些声音的频率增强 同时抑制其他声音频率 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回声还受到其他更复杂因素的影响 比如声音频率的混合 比利时大学的这位学者强调 几乎不可能证明任何特定的回声效应都是故意的 他已经听到其他宗教场所的楼梯也产生类似的影响 比如在斯里拉卡的卡他拉哥马 通向梅尼克 嘎加盒的这个楼梯时 排手声会产生回音 回音类似于牙子的嘎嘎声 这就是Jack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墨西哥齐情依察金字塔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内容 订阅按钮在本视频的右下角 英文叫Subscribe 感谢收看咱们下期再见